Hello大家好我是姚竹 今天呢是双十一 不知道大家都买了什么 买到了什么特别划算的东西了吗 欢迎大家跟我分享一下 我可以跟大家透露一下我买了什么 我想跟大家透露的是 我买了有关拍照的东西 就是说我现在一直是用手机拍的 但是呢我买了关于可以用相机拍照的东西 不过应该还没有那么快能够拿到要预定 然后现在呢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一个不错的好消息 就是说现在呢 不是说有一个厂商 世界上的一个厂商 他现在发明了一个疫苗 发明 研制了一个疫苗 这个疫苗呢 它可以是90%的一个准确率 就是成功率 也就是说90%的人 100%的人弄了 然后90%的人都OK的 那这个就是一个很高的一个叫做成功率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感冒的疫苗 成功率也不是100% 好像只有50%的样子 所以呢 这个就是非常好的好消息 大家知道吗 因为这个好消息 所有的股票 应该说大部分的股票吧 好像就是说在上涨 全部都在上涨 我想问你们买了吗 然后呢 最好的消息不是这个 是因为跟所有的人都息息相关的 尤其是咱们在新西兰当地的华人 或者说想回来上学的工作的探亲的 家长朋友们想来看学生孩子们的 那么就是说 新西兰已经向这个厂商 他采购了150万只疫苗了 那么这个厂商呢 他已经就是在年底的时候 应该能够做出来5000万份这样的疫苗 然后呢 我们 所以我们只是冰山一角 采购了150万 那么这150万是给谁呢 老人呢 然后或者身体比较虚弱的呀 也许会有孕妇啊 小孩啊 就是这一类的人群先打的 然后与此同时 好消息来了 我好像一直在卖官司 好消息就是说 这个国界很有可能 在明年就有可能开了 那么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们采购了之后呢 就是说 会在明年最早 应该是在明年的第一季度 最早能够到达新西兰 那这样子的话 大家都打了疫苗 然后再加上这个疫苗 很多全世界的朋友们都在打的话 那么新西兰 是不是就可以开放入境了 就是已经打过疫苗的人 就可以进来了 那这样子的话 就安全了很多 应该是这样 反正我觉得呢 现在已经看到了希望 看到了啥希望 看到了旅游的希望 因为现在是这样 之前跟大家说过了 可以旅游啊 去澳大利亚 现在摸日本是可以啊 您走您的 再见 但是对不起 您回来的时候 得隔离呀 这个隔离的酒店钱 我印象中是交 3000块钱 新西兰元 反正就3000多块钱新西兰元 那也和一万多人民币呢 然后住两个星期 酒店就在里面憋着 啥都不干 那时候说人家待不住 现在要是真伦自己 要往酒店里住两个星期 感觉好像确实是待不住 好吧 那我们今天呢 就跟大家聊到这 如果要是明天 找什么好玩的事呢 再跟大家来分享 拜拜